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考上研那天,我妈说她得了胃癌,快死了,可我一回家,却看到她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磕着瓜子,还和我弟有说有笑。 她看到我,脸立马搭了下来,上来就是一巴掌,四年了,还知道回来啊,怎么不死外边呢? 我的头被她重重打偏过去,身体不禁摇晃了两下,脸上火辣辣地疼,我舔了舔嘴角,有股心弦,是她无名纸上的戒指将我的嘴挂破了。 看她活蹦乱跳,中气十足的样子,我只觉自己可笑。 三天前,她给我打电话说得绝症时,我第一反应,她在撒谎,可她把三甲医院的未经报告发给我,我犹豫了。 胃癌,本想着死者为大,我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回来看她一眼,算是还了她十月怀胎的恩情。 行了,别装了,我那一巴掌,又没使什么劲,你哭丧个脸给谁看。 我妈双手抱胸,怨气冲天。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静静笑。 先滚去做饭,我和你弟都快饿死了。 说完,她又随意地踢了下牙。 对了,明天收拾收拾,准备嫁人。 我给你说了一门好亲事,那家很有钱。 你弟马上娶媳妇了,人家着急要彩礼。 那语气中的毫不在乎和冷漠。 好像在和邻居说,你吃了吗? 今天的天气不错呀。 我冷冷地看着她,明明愤怒在我脑子里横冲直撞。 可我张口,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既冷静又讽刺。 用我给你儿换彩礼,你也配当吗? 我妈忽然就像炸了毛的公鸡。 她跳起脚,仰起胳膊,又要来打我。 周清清,你长本事了,还敢瞪我。 你弟才是一家之主,你个丫头骗子,读那么多书有屁用, 早些嫁人还能赚钱。 现在你该庆幸,你还能为你弟弟和这个家做出贡献。 如果没有贡献,你还不如去死,省得碍眼。 那一句句,如同脆了毒的刀。 这是在弯我的心啊。 我忍着胸口涌出的宾死感,硬生生拦下她的胳膊。 看着她那封建无耻又冷血的嘴脸, 我把她使劲地拉了一个猎起。 她扶着炕,怒视着我,连眼睛都在喷火。 你的小贱货,我养你这么大,良心被狗吃了。 敢打你吗? 村东头的老张家,搞了个连锁超市,在村里有头有脸。 我让你嫁过去,是给你机会享福。 我的良苦用心,真是被狗吃了。 你这个没良心的小畜生,老张榻儿是个傻子。 小时候,我们经常拿小石子丢她。 她流着口水,还拍着手,乐呵呵地喊,好玩好玩。 既然那么好,你嫁过去不就得了。 说完,我拎起行李箱,转身就走。 这个家,让我恶心,一秒都不想多待。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不要试图与她讲道理,辩解。 因为毫无意义,你永远叫不醒一个愿意装睡且重男轻女,又极度自私偏心的母亲。 不解释,不搭理,拉黑所有联系方式,彻底远离才是王道。 周青青,怎么你一回来就惹咱妈生气? 我弟伸出双手拦下我,脸上都是愤愤不平。 白念这么多书,还研究生呢,连人话都不会说。 赶紧地,向咱妈道歉。 我懒得理她,推开她往前走。 刚才我和我妈争执时,她若无其事地半靠在沙发上,抖着二郎腿,边玩手机边看好戏。 妈,你瞧瞧她那不服气的倔样。 欠打。 我弟一把揪着我的头发,仰起右手就要伤我。 我一个过肩摔,直接将她摔翻在地。 周围,妈不教你做人,今天我教你。 免得以后别人把你送监狱。 我弟瘫躺在地上,疼得说不出话来。 从小到大,我妈只要不高兴就打我,还教我弟打我。 她是施暴者,而我弟是她忠实的执行者和帮凶。 每次我妈都站在一旁,笑着看。 我弟用烟头烫我,皮带抽我。 我越是痛苦,她眼中的兴奋和癫狂就越浓烈。 以至于后来我弟为了在我妈面前邀功,刷存在感,变本加厉地欺负我。 还以此为乐趣。 为的就是获得我妈更多的偏心和疼爱。 十岁那年,我弟偷钱故意诬陷我。 我妈连问都不问,就把我打个半死。 右侧耳膜穿孔,听力下降。 我说我听不见了,我妈一路踹我到墙角, 骂我装病,怎么不去死。 在我妈眼里,我的出生、存在和喜怒哀乐完全是为了我弟。 我不是一个人,而是我弟的仆人,她的一条狗。 可现在我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负拿捏的小女孩了。 从大一开始,我就每天雷打不动地长袍打沙袋。 还在网上下载视频,自学跆拳道和各种格斗技巧。 整整五年时间,我终于练就了敏捷的反应和强大的爆发力。 没人保护我,那我就自己保护自己。 而我弟被我妈养得好吃懒做,全身上下都是肥镖。 现在我弟摊在地上,不可置信地死死盯着我。 恨不得用眼神将我千刀万剐。 周青青,你长能耐了,竟敢反抗。 她艰难起身,抄起一旁跟我胳膊一样粗的擀面杖, 毫不犹豫地递给我妈。 妈,打死她。 大不了到时候给她说殷亲, 现在死人可比活人值钱。 我妈拿着擀面杖就要打我, 我眼急手快,一把薅下来。 她没站稳,磕在桌脚上。 满脸痛苦地捂着腰反应了好一会儿, 才有力气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周青青,你弟娶媳妇是天大的事情。 你要是不去嫁人换财礼,耽误了你弟结婚, 你就罪灭大了。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心思歹毒, 大逆不到的玩意儿? 气死我了。 当初我就不应该生下你, 让你来折磨我。 我冷冷地看着她,一言不发。 这样的母亲,没救了。 而我妈越说越委屈, 抄起茶几上的茶杯, 一边吵我砸, 一边向我张牙舞爪地扑来。 那滔天的怒气堆积在她那有黑粗糙的皱纹里, 让她面目更猙獰。 如同小时候吓得我以为她不是我亲妈, 而是来自地狱来索我命的恶鬼。 茶杯在我耳旁飞过, 撞在墙上。 我虽及时躲过, 但脸和脖子上还是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应该是茶杯撞到墙上反弹崩出来的玻璃渣。 我擦了擦, 手背上都是湿热粘稠的血。 妈,你打她肚子啊, 别打脸。 她要是破相了, 嫁不出去, 我可就没钱了, 就真娶不上媳妇了。 我弟在一旁, 急得直跺脚。 我妈抓着我的头发, 讽刺冷笑。 周清清, 今天这婚事由不得你。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我把你生得这么漂亮, 把你养大, 还供你读书, 你就得听我的。 实话告诉你, 财礼我们都收了。 我妈疯狂地叫嚣, 像个疯婆子一样抓向我脸。 她一贯喜欢以武力让我屈服。 哼, 怎么可能。 我猛然一弯腰, 头微低, 就从她的魔爪中迅速脱离出来。 由于这猝不及防的失控, 让她直接摔了个狗肯泥。 我妈回头指着我妈, 你这个小畜生。 我一把打掉她的手指, 微微笑道, 你告诉过我, 用手指人, 没教养。 还有, 从高中开始, 你就没给过我一分钱。 大学学费是助学贷款, 生活费也是我自己挣的。 我妈坐起身子, 双手框框垂地, 更是细精附体。 双腿癫狂地扑扔着, 见人垃圾畜生, 各种难听的话层出不穷。 她看我的眼神愤怒阴狠, 巴布地撕了我。 仿佛我不是她亲生女儿, 而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 周青青, 你不仅客死你亲爸, 还以下饭上打我。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妈? 老天爷啊,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不要活了。 别人生个闺女都是小棉袄, 我的死丫头却是专门跑来和我 做对的赔钱货。 还她爹? 你睁睁眼, 让老天爷劈死这个不孝女吧? 我妈一边说, 还一边偷偷看我。 看我无动于衷, 她更是变本加厉。 像个泼妇一样, 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 嘴里还不断干嚎着, 那叫一个悲畅啊。 可眼里愣是一点泪都没。 我半靠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她在那表演, 莫名觉得可笑。 行了, 别装了。 我压根就没用什么劲, 你这拙劣的演技, 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我妈一正愣, 立马不哭了。 站起身, 胆了胆身上的土, 恶狠狠地瞪着我。 周青青, 你给我等着。 周伟, 去拿绳子, 今天就是捆了, 也得把她送进张家。 我就不信, 致不服这小贱货。 此时, 窗外传来一男一女的对话, 是我的继父。 这个畜生, 终于来了。 她张审, 我这闺女可是研究生, 高学历, 很聪明的。 要不你这彩礼再加五万? 说不定, 她还能改变你们家的基因呢。 我听到继父恬不知耻地 在为我的财礼讨价还价。 青青她爸, 我已经给了你家二十万了, 现在只能再加两万, 我家挣钱也不容易。 张审从怀里掏出两达人民币, 还时不时地向屋内偷苗, 正好对上我的视线。 哎呀, 青青真是女大十八变。 越长越好看, 比照片上还漂亮白净呢。 张审就是那傻子的妈。 她朝我挥挥手, 热情地打招呼。 行吧, 行吧。 继父叼着烟, 接过钱往手上吐了口唾沫, 就开始数。 那件货, 随她妈。 这么漂亮的妞就卖这么点钱, 我这次可是亏大发了。 我奔向厨房, 反锁了门, 抄了把菜刀, 冲出屋外。 跑到院里, 我一手扬了继父手中的钱, 一手拿刀指着张审, 要命就赶紧滚, 否则剁了你傻儿那命根子。 张审吓呆了, 急忙退了好几步才反应过来。 青青爸妈, 和着你闺女不同意这门亲事啊。 这样吧, 你们家商量好我再来, 要是青青还不同意, 你家必须把彩礼退给我们家。 张审随手滑拉了两下地上的百元大钞, 迅速溜了。 继父看到煮熟的鸭子飞了, 愤怒地扔掉烟头, 在地上使劲踩了踩。 周青青, 你个小贱人太气人了, 竟敢断了老子的财路。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继父拿砖头扔我时, 我一把拽过刚冲过来的我弟周围, 让他当了我的人肉盾牌。 他痛得跌坐在地上, 捂着脸和肚子。 爸, 救命啊! 我姐她死活不嫁人, 还把我抱打了一顿。 哎呀, 肋骨都断了呀。 爸, 我都看上那姑娘三月了, 我不想再等了。 你儿子的终身幸福啊。 周伟是我妈和继父的亲生儿子, 虽然他被我妈宠得无法无天, 但继父喝多了也家暴打她, 所以他骨子里更是懦弱自卑, 欺软怕硬。 继父一脚踹在周围脑袋上, 怒气冲冲又醉熏熏地吼他, 滚, 你个窝囊废, 和你妈一样没用。 说完, 他摇摇晃晃地在院子里转圈, 寻摸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一把铁锹, 他朝我一步一步逼近, 我退无可退, 后背抵在冰冷的墙壁上。 明明是夏天, 我却觉得寒意透心, 手脚冰凉。 继父举着铁锹, 脸上露出了圣券在握, 又猥琐地笑。 我的好闺女, 一会儿你就去给张神好好道歉。 她可是你未来婆婆, 你怎么能得罪人家? 还有你那个傻子丈夫, 嫁过去可要好好伺候人家, 别给我和你妈丢人。 而我的好妈妈在不远处, 她紧张地攥着尼龙绳, 示现在我和继父之间来回犹豫切换。 她不敢上前, 但她在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 将我捆住, 一击毙命, 送入深渊。 铁锹, 在我的同仁里逐渐放大, 连同继父那酒气熏天的满口黄牙, 而我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我也在等, 等一个让这一对恶毒父母下地狱的机会。 有一年暑假, 我妈破天荒地给我炖了一锅排骨汤, 我以为她转了兴, 终于知道关心疼爱我了, 心怀感激地喝了大半锅, 昏昏沉沉睡去, 我醒来后发现了身体的异样, 我知道我被侵犯了, 我妈已在门边, 朝我笑, 姑娘, 你刚才做噩梦了, 我依稀记得睡梦中粗糙的大手, 以及发黄的牙齿, 以及得意猙獰的笑, 但我妈却反复说我做噩梦了, 还要熬汤给我喝, 这件事如同噩梦一样, 缠绕我很多很多年, 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是我亲妈, 她为何要披着虚伪关心的外衣, 联合一个畜生算计我, 毁掉我, 我在拼命地挣扎, 反复地自我救赎, 直到有一次, 我不小心发现了她的惊天大秘密, 才明白这一切的根源, 从那个时候, 我便决定不再挣扎, 我要报复, 这是一场危险的复仇, 倘若计划不好, 分分钟死掉的可能就是我, 可只要有一丝机会, 我就要手刃他们, 任何欺辱过我的人, 都不能有好下场, 我沉住气, 摒弃宁神发出暴怒一击, 空气中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带继父反应过来, 他的右手早已被菜刀砍在地上, 铁锹被抛到很远, 我很庆幸, 自己刚才没选那把锋利的水果刀, 菜刀虽顿了些, 但杀伤面积很大, 其实回来之前, 我曾在脑海里, 无数次演练过无数的场景, 甚至无数的博弈, 对打, 不断地寻找漏洞, 并且将之完善, 现在继父的手, 血肉模糊, 他还想反抗, 但此时此刻, 他看我的眼神, 已经开始充满了恐惧, 对于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 尤其是精壮男人,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摧毁他的意志和心理, 继父颤颤巍巍站了起来, 他常年酗酒, 今天又喝了不少, 身体早就被掏空了, 所以他左手冲我拍过来时, 早已没了多少力量, 将死之虫, 我一脚将它踹翻在地, 周青青, 老子要杀了你, 老子要报警, 要让你嫁给那个傻子, 让你一辈子守活寡, 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继父躺在地上, 握着受伤的右手, 疼得呲牙咧嘴, 天气燥热, 地上的血有的已经开始凝固了, 而我妈半椅在墙上, 全身的力气好像如同被抽干一样, 虚软地滑下来, 瘫坐在地上, 他浑身颤抖地看着我, 满脸不可置信, 又在喃喃自语, 周青青,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不是我女儿, 你肯定不是我女儿, 她那么懦弱好摆弄, 不会像你现在这么无情阴毒, 玻璃窗上, 我看到自己双眼星红, 全身散发的气势和凶狠, 像是一只刚脱了球龙的野兽, 要不是犯法, 我真想砍死这畜生, 而我递躲在屋门后, 时不时探出个脑袋, 却不敢再往前半步, 她掏出手机, 好像在打电话报警, 我蹲下身子, 一下一下拍着继父畜生的脸, 你以为逼我嫁给一个傻子, 你和我妈当年合伙, 对我做的脏事, 就没人知道了, 她大惊失色, 但很快, 继父就调整好情绪, 往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这次是故意回来报仇的, 对不对? 我笑了笑, 没说话, 周青青, 你别跟老子来这讨, 老子吃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你知道了又如何,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证据早就没了, 你能拿老子怎么样? 老子现在只恨当初怎么没整死你, 当初我应该多找几个人, 懊恼, 悔恨交织在那畜生的眼中, 最后都化作她嘴里的咒骂和不甘, 我连甩了她三个巴掌, 她的脸很快就肿了起来, 可这些都难消我心头之恨, 我拿起菜刀, 递在她的脖子上, 你真的以为法律会放过那些犯法的人吗? 继父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一脸得意, 证据可是你妈给你洗霉的, 你亲妈哟, 就算警察现在来了, 也没人会承认我们当年侵犯你的事, 我和你妈才是一家人, 只要我们咬死不承认, 警察没证据, 我们也无罪, 反而你要杀我, 弄残了我的手, 我要告诉你, 讹死你, 让你进监狱, 不过, 继父眼珠子咕噜噜一转, 猥琐一笑, 你要是自愿嫁给那个傻子, 不断地从他家骗钱出来, 给我还赌债, 我和你妈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要不要追究这件事, 继父说了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焦点都聚集在你亲妈这几个字眼上, 我的心脏如同被人揪着, 连喘气都是疼的, 好疼, 好疼, 哪怕我已经猜到当年的事情, 我妈可能参与了, 可从这个畜生口中亲耳听到, 我心里还是, 我的亲生母亲是帮凶, 还是主谋, 我正正地望着我妈, 说说原因吧, 两久, 我妈都没说话, 我不是你亲生的, 我是捡来的, 对吗? 我曾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 唯有这一个理由说得通, 我甚至还自嘲得挠不过, 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和我妈有血海深仇, 所以他才要这般摧残毁掉我, 毁掉一个女孩子的美好, 青春, 对爱情的憧憬向往, 和对男人的基本信任, 从那件事之后, 我就不再穿裙子, 后来好多男孩子追我, 他们是那么阳光干净纯粹, 可我只能冷漠待之, 远远逃离, 他们在背后说我是高领之花, 甚至故意编排我, 说我摆架子, 臭不要脸,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曾强迫自己打开心门, 但只要和他们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 我就恶心, 甚至吐个三天三夜不吃饭, 晚上无论几点, 我从不和男生去逛夜市, 就算白天, 我包里也带着自制的辣椒水, 防狼喷雾剂, 水果刀, 我被当成一个怪胎, 被人排挤, 孤立甚至霸凌, 可明明, 做错事的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接受本该不属于我的惩罚, 说话呀, 妈, 我几乎是在咆哮, 我是不是你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我妈忽然就怒了, 冲过来, 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像个疯婆子一样, 使劲摇晃着我的身体, 周青青, 我宁愿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倘若没有你, 凭我的脸蛋, 早就嫁给有钱人过少奶奶的生活了, 我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周青青, 都是你拖累了我, 毁了我, 你才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我手中的菜刀, 哐当一声落地, 我任由我妈嘶吼叫嚣, 她的拳头如雨点一般落在我身上, 原来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亲妈, 我妈发完疯, 失魂落魄地瘫在地上, 继父已经将伤口包扎好, 搬了把椅子, 幸灾乐祸地在旁边讲述起来, 周青青, 你妈当年是被人抢了的, 是你的早产, 打破了她所有美好的幻想, 你的出生和存在, 时时刻刻提醒着她这段屈辱, 让她的父母抛弃了她, 她的兄弟姐妹嫌丢人, 和她断绝了所有来往和关系, 你妈带着你这个脱油瓶, 迫于舆论和压力, 才嫁给你爸那个穷币, 周刚, 你闭嘴, 我妈愤怒地攥紧拳头, 狠狠地咬着牙, 如果不是当年那件事, 我会嫁给你这个人渣, 会被你操控, 被你天天暴打, 你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 是个伪君子, 骗我说有钱, 我才跟着你, 结果呢, 你才是那个穷鬼, 赌棍, 继父甩了我妈一巴掌, 我妈红着眼打了回去, 很快, 他们二人扭打在一起,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都打累了, 继父脸上挂了彩, 我妈鼻青脸肿, 口鼻流血, 她抹了一把鼻子上的血, 恨恨地瞪着我, 周青青, 你现在满意了, 你个死丫头骗子, 都是你毁了我, 才让我落得如此地步, 我妈后曹牙咬得歌之作响, 我本来是笑话, 追我的人排成好几个连, 男友又帅家里又有钱, 可在一个晚自习后的深夜, 一个混混畜生毁了我, 我本可以偷偷当这件事什么都没发生的, 可是我怀孕了, 无知的, 我竟不知道怀了你, 直到你出生在学校的厕所, 轰动了全校, 我退了学, 被分了手, 还被南方父母暴打一顿, 说我不检点诱惑他家儿子, 你姥姥和姥爷也不是个东西, 不仅不心疼我, 还怕我丢脸, 惹上病传给他们, 把我赶出了家门, 难怪我小时候, 过年问为什么姥姥姥爷不给压碎钱时, 我妈突然拧我一把, 看我的眼神就如同看仇人, 最后还将我打个半死, 如果我能回到当初, 我就应该早点打掉你, 你死了, 所有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我不会嫁给你爸, 更不会认识你现在这个人面兽心的继父, 我仍然可以嫁给那个有钱的富二代, 过我人上人的生活, 我妈还沉浸在自己亢奋无限可追忆的情绪中,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 心里极度变态扭曲的地步, 可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 所以我不是我爸的孩子, 是吗? 我嘴里含着泪, 问出了多年的疑惑, 我亲把鼻, 我妈大二十岁, 她是个卖货狼, 即使寒冷大雪天, 雪花落在她帽子上, 脸上, 她双手动得生疮, 脸颊动得通红, 她都会笑呵呵地站在街角, 给人们捏各式各样的唐人, 为赚了钱, 养我和我妈, 毫无怨言, 无数个深夜, 她给我带回来的或是精巧的唐人, 或是唐葫芦, 或是烤红薯, 那些都成了我六岁之前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可所有的幸福和甜蜜, 都被定格在我六岁的那个大雨天, 临出门前, 她还将我抱在大腿上, 一口一口喂我香甜的鸡蛋羹, 她啃了一口粗糙的玉米饼子, 吃着咸菜条, 我咬了一口鸡蛋羹给她, 爸不吃, 轻轻还小, 需要长身体, 爸很强壮的, 不需要这么多营养的, 说完, 她还哈哈大笑起来, 亮出她强健有力的公二头鸡, 明明那么瘦, 后来我才知道, 我家的鸡每天只能下一个蛋, 轻轻, 你是爸爸的小棉袄, 爸爸会永远爱你的, 轻轻, 你妈妈脾气又倔又急, 可她是刀子嘴豆腐心, 很爱你的, 你可千万别和她硬杠, 轻轻, 别怕, 如果妈妈批评你, 骂你, 你就偷偷告诉爸爸, 爸爸帮你撑腰, 她说着说着, 眼睛忽然就湿润了, 轻轻,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做了对不起爸爸的错事, 也不要怪妈妈好吗? 你妈妈命很苦, 是爸爸太穷, 做得不够好, 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配不上她, 但有轻轻, 有女儿, 爸爸就觉得都满足了, 你放心好了, 爸爸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美好的家, 可怀了四个身孕的我妈, 去接我放学, 天黑路滑, 她不小心滑了一跤, 流产了, 我妈被120接走, 我害怕地去找我爸, 在那个她待了半辈子的小镇街角, 一向都很少出交通事故的路口, 一辆货车突然冲了过来, 她为了救我, 被急迟的货车撞飞, 千军一刻, 我得救了, 可我爸, 却走了, 永远地离开了我, 回忆总是让我泪流满面, 周青青, 你没资格和我提你爸, 我妈拽住我的衣领, 双眼在冒火, 如果没有你, 我会嫁给那个只会捏唐人的 又老又丑又穷的耸祸, 我深深地望着我妈, 我真想挖出她的心, 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 看她到底有多舌些心肠, 她到底有多少张虚伪的面孔,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贺问, 所以, 你就出轨, 合伙周刚这个畜生, 撞死了她, 我妈文言, 脸色惨白, 周青青,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继父窜到我面前, 用左手指着我, 勃然大怒地吼道, 你别胡说八道, 我忍不住叹息, 每次她的谎言被揭穿, 她都是这样气急败坏, 我望着这狼狈为奸的二人, 妈, 你知道为什么我爸四十岁才娶亲吗? 我妈茫然地摇摇头, 但仍不服气地哽着脖子, 我不想知道这个, 总之, 你个贱货, 别瞎嗶嗶, 否则我把你的丑事都告诉你的老师同学, 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想毁掉我,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只觉讽刺可笑, 妈, 因为我爸压根就不能生育, 所以, 她早就知道我妈出轨了, 但是为了我, 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她仍在忍气吞声,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是多么大的耻辱, 但是她为了我, 硬生生忍下了, 三天前, 我去找了爷爷奶奶, 他们告诉了我当年的实情, 我爸隐疾的事, 以及我妈曾被糟蹋的事, 你不小心留掉的那个, 也不是男孩, 是女孩吧, 你接我放学的那天, 真的是不小心滑倒的吗? 我从上学开始, 她就从没接送过我, 那天, 是破天荒, 是她心血来潮, 是突然转性悔悟, 想来关心我, 还是蓄意而为之呢? 我妈脸色越来越惨白, 慌乱和惊讶, 早已出卖了她, 继父趴得又给了我妈一巴掌, 你个贱货, 当年勾引我, 拆散我的家庭。 骗, 我有了儿子我才离婚娶的你, 妈的, 结果你怀的是个赔钱货, 我说好端端的你怎么流产了呢? 还骗我说, 是那个穷帝家暴你财流的产, 我这才让人做了它。 我呸, 怪不得结婚后, 你那么着急要孩子, 你心机怎么这么深呢? 如果不是娶了你, 我会沾染上赌博, 会变卖家产, 变成现在这个怂样, 你个红颜祸水的破血, 我妈的头被重重地打偏过去, 她愤恨地瞪着我, 周清清,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的, 是不是? 你是为了那个死去的爹, 报仇来了是吗?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我才是你亲妈, 她和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我看了一眼屋顶, 妈, 周刚, 你们做的错事, 终归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生了我又如何? 我亲妈带给我的温情, 连我爸的万分之一都赶不上, 继父抄起菜刀, 气冲冲地朝我扑来, 周清清, 你死了, 这件事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 我刚想抬脚, 我妈眼几手快地死死抱住我的大腿, 周刚, 快砍。 女儿, 你别怪妈心狠, 怪就怪在你设计算计妈妈。 你放心好了, 等你死了, 妈妈会和周刚这个畜生离婚。 妈妈为了你弟忍了这么多年, 也不想再忍了。 我竟然在她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丝哭腔。 周清清, 你死定了, 放心, 我会一下抹掉你的脖子, 给你个痛快。 继父将刀高高举起, 缓缓落下。 她嘴角的笑, 是那么自信。 这次依旧没人来救你, 就像之前那一次一样, 你逃不了的。 我轻笑一声, 是吗? 刀趴下, 警察破门而入。 继父看着我, 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大, 你是什么时候报的警? 我去厨房拿刀, 反锁门的时候。 我选刀的时候, 耽搁了两分钟。 在那个空档, 我拨打了110, 迅速报了地址, 说这里有人要杀我, 然后就不再说话, 把手机放进了口袋。 还有, 我弟也报了警。 我们一家四口, 都被带回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 律师对我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你不利, 你妈, 你继父和你第三人, 一口咬定是你要杀他们。 当年的事, 我很同情你, 凭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 我也相信这是真的。 可是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就连民事诉讼都讲究谁主张谁举证。 律师看着我沉默不渝, 犹豫了很久, 还是说出了个口, 强奸这事,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 那些残留的液体, 总之, 也找不到证据了。 我喝了一口水, 掏出了口袋里的好几支录音笔, 淡淡道, 如果这些还不够, 我妈屋里的行李箱里还有, 家里前邻的房顶上, 也有一个佳能摄像机。 当初回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些场景和事件都会在哪发生, 所以我在能想到的地方, 都给自己留了录音录像设备, 就连同院子里的危险物品, 我在回来的第一时间都藏进了杂物间, 只留下了铁锹, 律师有些吃惊,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 这些录音录像不能算作法庭上的证据, 但是我相信法律, 相信人民警察, 公安机关, 法院的公平和公正。 我也相信, 继父和我亲妈再也没有了信口雌黄和颠倒是非黑白的退路。 当然, 最主要的是这里面的录像, 应该可以证明我是正当防卫。 在继父铁锹快拍到我脸时, 我可是一动没动, 那刀底在他脖子时, 也不过是刀柄。 律师点了点头, 一直紧绷的神情微微放松了些, 我缓缓起身, 望着他笑了笑。 对了, 当时我报了警, 电话一直没被挂断, 报警平台应该有自动录音功能。 我想, 那个应该可以作为合理合法的证据吧。 在此期间, 警察叔叔进行了详实的调查, 甚至走访了我家附近的邻居。 小镇不大, 我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 你们家房顶上有台摄像机, 你不知道吗? 邻居家的小男孩皱了皱眉, 认真地说, 清清姐姐的风筝不小心掉在上面, 我去帮他拿的。 那天有日全食, 我看到姐姐正好有台摄像机, 所以才拜托他放在上面, 想拍下来给我爸妈看的。 可他明明在我进家门的前一个小时, 亲眼看到我把风筝扔到他家屋顶上。 警察又去问了小卖部的老板娘, 案发前, 周清清是不是来过你家? 老板娘把耳前的碎发抿了抿。 哎呀, 他来我家不过是买了颗棒棒糖, 草莓味的, 这孩子打小就爱吃这个。 其实, 我是特意去他那把继父欠的酒钱给劫了, 还给他买了一瓶酒存在呢。 只不过, 我趁老板娘忙碌的时候, 在酒里动了手脚, 放了强效安眠药, 还特意当着他的面打开闻了闻, 这酒不错, 还希望阿姨别告诉我爸, 多年没回来, 我想偷偷尽点孝心。 我虽然身手不错, 但继父周刚毕竟是个中年男子, 体力远超我。 为了万无一失, 我才铤而走险。 在制定这些计划时, 我曾想过, 这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复仇之路,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我也想过最坏的结果, 甚至也做好了被拘留, 坐牢, 甚至同归于尽的准备, 或许是祭父他多行不亦避自毙, 或许是上天怜爱我, 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 但更多的是,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是非分明, 打抱不平的好人的。 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 这个世界就不会抛弃我们。 我因为拿刀吓唬张婶, 被拘留三日。 期间, 警察叔叔狠狠地教育了我报假警的事情。 但我能看到他们在知道我可怜的身世和经历后, 眼神里有怜悯, 心疼和义愤填膺。 一如我回到家后, 偶然打开最近火爆的悬疑行针扫黑除恶局。 那个热血青年警察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在大年三十, 想法设法给受到8075的菜摊小民 送了他弟弟妹妹给包的饺子。 法律威严下的那抹温情, 让我不禁想到了我爸。 我与他虽没血缘, 但他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爸, 我会为你报仇的。 继父周刚 因为强奸罪主犯, 故意杀人罪从犯,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我亲妈 因为强奸罪从犯, 故意杀人罪主犯,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我一直相信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他永远都不会缺席。 我弟虽然因为性格懦弱, 躲过牢狱之灾, 但是他从派出所出来, 就被高利贷给抓走了。 据说, 被人关进狗笼子里, 三天三夜不给吃喝, 他渴了, 只能喝狗尿。 甚至有四条藏鸥 围着他乱叫, 张口血盆大口, 想咬死他。 他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那方面也不行了。 他被放出来后, 又被人盯着去煤矿挖煤, 赚钱替他亲爹还债。 他一直喜欢的那个女孩, 人家听说了这件事, 一脚踹了他。 监狱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得了抑郁症, 精神状态很不好, 想见我一面。 隔着玻璃窗, 我能看到他两臂已经斑白, 脸上的皱纹 早已遮盖了 他原本美丽的容颜。 他的手腕上 有很多牙齿咬过的伤痕。 周青青, 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我妈烦躁地抓着头发, 她对我还是有恨意的, 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你很想知道吧, 妈妈, 我冲她轻轻一笑, 我妈点头如蒜, 不好意思, 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 她刚刚愤怒的眼神 忽然就没了焦距, 空洞无神, 像个行尸走肉。 我女儿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 她低下头, 喃喃自语, 玻璃窗上, 雾气蒙蒙。 我妈小声啜气着, 我缓缓起身, 冲她挥挥手。 下辈子, 做个好人。 走出监狱, 我掏出打火机。 烧掉了那张亲子鉴定书。 考研面试结束那天, 我晕倒在急诊大厅。 医生说我血压很高, 还查出我有多囊肾。 这是一种先天性遗传性疾病, 只有父母双方其中一方有, 子女才会得。 只要发病, 基本上都逃脱不了肾衰、 透析和死亡的命运。 可我妈不该自作聪明。 她为了让我相信 她得了绝症, 蒙蔽我, 先发了一个全腹部的彩抄报告单给我。 我仔细翻看了好几遍, 肝胆一皮, 双肾结构都非常。 我爷爷奶奶八十岁高龄, 身体还很康健, 父亲四十多岁时也很正常。 我在那一刻才明白, 要么我是捡来的, 要么我爸不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 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找到爷爷奶奶, 又仔细询问了一遍 他们家的家族史。 他们家从来没有人患这种病, 或者突然猝死, 或者不明原因死亡的。 我偷偷和奶奶做了亲缘鉴定, 结果显示我们的亲缘关系很小。 百般追问下, 奶奶才告诉了我妈当年的那些事。 原来, 她一直都在欺骗我。 我并不怨恨我是强奸犯的女儿, 我只是恨她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 为什么要故意不告诉我的身世, 还心理变态地拿这点来折磨我, 欺负我, 霸凌我, 摧毁我。 难道她把不幸都加诸在我身上? 她就能解脱了? 如果来生有选择, 我宁愿不投胎到她肚子里。 奶奶握着我的手, 老泪纵横, 这本就是上一代人的恩怨, 和我家清清没关系。 你爸生前最疼你, 坚决不让我们告诉你这件事, 她说你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所以清清, 你愿意永远都当我们这老婆子老头子的孙女吗? 我望着爷爷奶奶勾搂的几倍, 早已是泪流满面。 这么多年, 我妈一分钱都不给我的时候, 是劳两口捡垃圾, 偷偷塞给我生活费。 我家清清太瘦了, 爸爸看到一定会心疼的。 所以在我妈再三以绝症, 匡骗我回家时, 我犹豫了很久。 我的命不仅是我自己的, 还是爸爸的, 是爷爷奶奶的。 如果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 最终, 我决定将计就计, 以猎物的行事回家, 麻痹他们, 开始复仇。 我要亲手了解这一切。 大年三十, 五颜六色的璀璨烟花绽放在天空中。 我坐在我爸墓碑前, 给他端来了他最爱吃的韭菜肉馅饺子, 还将他最爱喝的二锅头撒在坟前。 爸,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爷爷奶奶的。 等将来我买了房, 就把他们接到城里去, 替你好好尽尽小。 我起身时, 腿已经抹了。 鞭炮声, 仍连绵不绝。 我望着那深邃热闹的夜空, 微微闭上了眼睛。 这并不是一场, 值得被提倡和赞扬的复仇。 因为我不希望那些龌龊肮脏的遭遇, 发生在其他女孩身上。 愿她们都生活在干净纯粹的世界里。 但倘若生活和人性辜负了我们, 也不要怕。 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自己, 敢于给做错事的人耳光, 领冬终会将近, 春暖碧会花开。